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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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七户人家 也许我们到第一户人家 饭还没有煮好 或者是主人不在等等 七户都起不到死了 你当天晚上 当天你就不能够吃了 这个就是什么 平等性 一种生活上的实践 剥热的实践 其实完了 还自本处 那世尊他规定 如果不是有人请过灾身 你不可以到熟人家 去吃饭 串门子 所以你要回到本处 这也是一个象征的含义 一切法要还制本处 这是还制实相 他本来的实相 本来的实相 就是无自性 就是空性 饭食器 收衣钵 洗足矣 这个都是日用 平常我们都会碰到的 他就夫做而做 就做起来了 这个是在表达什么 一个布施婆罗蜜 一个忍辱婆罗蜜 世尊他是比丘的老师 我们称为世尊 世界之尊 可是他仍然跟比丘一样 平等平等 要把这个智慧 要把这个佛法 弱实在生活中 不住佛像 如果在工作上 我们就称之为什么 现场管理 一个主管 你要管理一家公司 一个工厂 现场管理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还有呢 日本的丰田汽车 有just in time 那个材料 要恰恰好 哪一个时间点 这个原物料要到 这样子才不会囤积 浪费 浪费 仓储的空间 又浪费 购买材料 所付出的成本 而世尊为什么要去赤地启示 因为赤地启示 会接近民众 民众有什么烦恼 有什么不了解的事情 就可以问 那这个佛陀啊 他就可以回答 观察了这个状况以后 长老虚佛帝 大众中疾从坐起 偏袒右肩右膝左地 合掌恭敬而白火炎 虚有师尊 如来善互念诸菩萨 善父主诸菩萨 你一个团体的领袖 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或是总经理 或者是部门的主管 你要善互念诸菩萨 你要好好地想着你的员工 那以我们在家里一样 你要好好地互念你的家人 好好互念你团体里面的每一个分子 这个就是善互念 什么叫善父主 你要交代一个工作 一定要把一个工作讲得清清楚楚 而且你还要请对方附送 那附送你刚刚给我的工作要求 讲的我有没有听错 这个叫善父主 师尊他就表现出一个全影的精灵之道 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 最好的领导者 我们要全影也是一样 要善父念 要善父主 那底下虚部主就讲 发奥诺都的善父主 应和住 应和降伏其心 这个发心那么大 怨那么大 如何能够精进不移呢 而同时又不会流于空泛 流于傲慢 因此 这个世尊 他就说了 菩萨摩莎 发奥诺都的善父 菩提心 如是助 如是降伏其心 就是如是 就是要这样子 那要怎么样子 就是以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智慧 来安住所发的大心 同时来降伏有所得的心 有所得的心 难道不好吗 是好的 你善有善保 你要知道怎么收获 你就要先什么样耕耘 你就要先什么样子播种 是好的 但是如果是有所得的话 只能够得到那个量 是有量的有所得 所以佛在金刚经里面 就讲无所得 无所得的量 那才是无边无际 这个就是金刚经的要量